那同學是出現這種狀況按針錯 針錯的時候他會出現什麼超過什麼正列所以你想說明明看起來好像都沒有問題 查詢VBA這個然後查詢VBA 你看來看就好像都沒錯啊為什麼停在這裡還有什麼地方有錯呢 看半天不知道問題 其實你只要把查詢VBA再點兩下Ctrl C 然後再切回到哪裡呢切回到我們的那個開發的環境 你把那個剛剛那個有沒有把它貼上 這個把它貼上 這剛剛複製的跟貼上的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你會發現 就是插在這裡 多一個空白 那之前同學 這個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而且不同的版本 他會加空白的地方也不太一樣 有些2007他會加在這裡 有的是2010會加在這裡 有時候有些電腦又不會加 所以這個時候的話那你用名稱可能就不OK 沒關係你把它改成3就可以了 有沒有 就是說第幾個第1 2 3個 可不可以 可以啦 所以這地方的話 如果你覺得 這個 實在是很頭痛的話 乾脆你全部都改成數字就好了 但是這個數字 其實工作表數量不多的時候 用數字 我覺得比較OK 如果你數量多的話 如果太多的工作表名稱 那你會 需要在那個 那你就用 可能用名稱 所以這個地方你可以自己拿捏一下 好了之後就再把它執行一下 如果改完之後按執行 應該就沒有問題了 這邊還沒改 這邊還有一個 這邊把它改成3就可以了 所以名稱跟這個數字 還怎麼載 我知道了 給錯的東西 是不是 1 2 3 應該是 第三個沒錯 1 2 3 那把它放 這個 再看一下 因為我們已經就把它切回來了 所以程式不能亂切 因為它過程當中我們是把它切過去 然後抓 抓這邊的嘛 可是我有把它抓過來 所以它抓了之後 抓到這一頁的 OK 所以這個都再來一次 應該是沒問題的 點一下 就OK了 所以中斷模式的時候你不要亂切 不然結果又會有錯誤了 OK 這樣的話就不會有錯誤了 好 那這個是剛剛同學遇到的狀況 再來的話呢 h-lookup 跟v-lookup 那其實 這個v-lookup 剛剛有練習過了 其實跟h有什麼差別呢 最大的差別是 如果你用h的話 你的欄位名稱通常在左邊 那如果你用v-lookup 通常是你的欄位名稱在上面 差別在這裡 不過通常h-lookup我覺得不太好用 通常我會怎麼樣 把 就是h-lookup的這種 如果在左邊的話 我會把它怎麼樣 轉一個方向 轉成在欄位在上面就好了 那之前也有同學也有問 怎麼辦 其實這邊選擇性貼上應該都知道轉字吧 按確定就可以了 就是可以轉過來 如果你不知道轉字的話 那就會有麻煩 就要慢慢再翻了 那當然 如果順便考考各位 如果你今天希望寫個v-ba 幫你轉字可不可以 當然也可以 就是把i跟j顛倒一下就可以了 i的值跟j的值顛倒 對 想想看 請各位回家 練習一下 這也是一個功課 請各位 一鍵 這邊假設按一個按鍵 轉字練習 按一下 自動幫你把它搬到這邊來 然後呢 它的欄 跟它的列是顛倒的 OK 這應該沒幾行程式 應該頂多五行程式就可以搞定了 for i 等於 3到5 for j 等於 1到 1到5 OK 這個是2到4 1到5 對 但是寫過去寫到這邊來好了 那你勢必怎麼樣 你要給 就是顛倒的位置 所以 i跟j 之間要做 對調 然後放到對的地方上 好 我想想看好了 OK 這個是一個練習啦 好 那 不過如果說實在是你的 資料一定是 藍位名稱在左邊 沒辦法的話 那你就用HLOOKUP 怎麼做 首先的話 入庫數量 我們一樣 找到HLOOKUP 按確定 LOOKUP CD2 比如說我要找 這邊是 產品型號是 CD2的 然後呢 它的Table Array 當然我這邊 不重新定義啦 只用選 選的時候特別重要 不要選到藍位名稱 因為藍位名稱不是我們要查詢的範圍 記得選這個 然後呢 剛剛是Colin 現在變成Raw 查一定是查 第一列 Vlog一定是查第一欄 這個是不變的 那查回來 要查哪一欄呢 入庫數量是 這個相對於這個範圍的第幾列 第一列一定是 產品型號 所以一定是 第二列 比對方式的話呢 一定是完全 0就可以了 那就可以注意喔 這個時候你會發現 這邊呢會產生一個 沒有東西 你想說CD2 一定是25啊 為什麼什麼東西沒有 請看 CD2 跟這邊有什麼差別 要創 好的 所以常常忘記 如果我放在同學 很常 就是Load 因為CD2指的是坐標 所以你會發現他跑到CD2後面去了 你給他一個什麼 CD2按確定 好這個時候的話 自動幫你帶回來什麼 25 那一樣的方式的話 你就把它複製一下 再取消 到單價 單價的話呢 其實直接改什麼 改這個參數就可以了 本來2 改成3 按打勾 單價就過來了 好 那底下這個 這個應該也是h啦 因為這個是 是什麼 也是橫向的 那就漏了改 那在這邊 如果你的提存率 一樣什麼 插入函數 一樣h lookup 那lookup value是上面這一個 table array的話呢 是這個範圍 不包含 欄位名稱 那要第7 因為我要百分比嘛 是這個範圍的第幾列呢 1 2 3 相對於第3列 那比對方式的話呢 可不可以用0呢 對一定沒有嘛 所以找1 1的話呢 他會幫你找最接 查一列就查這個啦 相對於第1列了 6萬5 跟誰最接近呢 跟 5萬8 01 對不對 12% OK 沒問題 但是呢 有個問題 如果我今天改什麼 這邊改成 7萬5的話 7萬5跟誰最接近 對你想說 Enter的話 會不會應該是什麼 應該是 這個地方的話 應該會查到哪一個 查到15對不對 不過你按Enter會不會 不會 為什麼 小於他 對一定要小於 特別是 這個地方 不過你會發現 他這個地方 Hlookup跟 Vlookup說明 他這個地方都是找 最接近的值 他並沒有說 但不大於 所以 這有時候 之前也是很多同學 就很疑惑 為什麼明明我是最接近的 但是 卻不會是找到他 因為他會找什麼 一定要大 一定是小於的值 大於的話就不會找 OK 所以這個地方的話 請各位試一下 那 這個範例呢 跟Hlookup 跟Vlookup 一模一樣 請各位顛倒一下 試一下 就完成了 那畫面先換給各位一下 所以稍微了解一下 Hlookup 跟 Vlookup 那兩者的最大差別 只是說方向而已 一個是 如果以後你的欄位的名稱 是放在左邊 那請你用Hlookup 或者是說呢 你乾脆把它轉置一下 所以剛剛那一題 轉置 想想看 這個也是 需要動很多腦筋的 而且 一定可以做得出來 好 但是如果你 可以把它留下來 他剛才有一個範例 然後 如果晚上睡不著覺的話 可以再想想看 好 大概想 想著想著應該可以 容易就入睡了 好